美国大选秀美国作为超级大国,总统选举也成了疫情期间的甜点。 两个老爷爷在秀肌肉,比谁的事物更多,比谁的底线更低。 美国吃瓜群众们,看待了两个人的群口相声。 那你,这是什么套路啊,要是能上手,那这门炮绝对峙。 川普,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做美国总统了,拜登要是当选了,美国人该说中文了,殊不知。 特朗普的孙子中文说的已经很溜了,而且还会被堂尸。 拜登确实有些浮墙走的架势,全程在念经,时而闭眼小气一会,突然又惊醒发现字。 挤在辩论,一语梦话,特朗普,你对中国太软,我很硬,你让美国成了全世界的笑话。 川普心想,把我屁事,大家想笑就笑吧,只要我能做稳白房子的第一把交椅。 川普真心是的大火宝,天天能逗了广大的网友,要是竞选,我,输了,我不会搬出白宫的,也说明了美国选举存在舞弊行为,我不承认大选结果。 如果我赢了,那说明美国的选举棒棒的。 这让我想到美国选举,我,从未见过有如此,浩颜无群居然。 我,从未见过有如此,浩颜无群居然。 我,从未见过有如此,浩颜无群居然的霍顿和孙杨的江湖,恩仇怒,如果孙杨夺冠,那肯定是他在作弊,我不承认。 所以美国大选在洗脚的空荡看看就得了。 有些国内公众们看得比美国吃瓜群众还上心,屏住呼吸,不吃不喝,老爷等待着结果。 其实跟他半毛钱关系也没有。 所以谁上台,对中国都不会客气。 所以,看好自己的戏,做好自己的事。 不管是没有谁比我更懂,还是没有谁比我更瞌睡,都一样。